他称这个是 spiritual engagement 与耶稣定亲的一个经历 完全的 恋慕神 思念主 整个的心 整个的思想 只有在耶稣的身上 真的好像一个的未分妻 快结婚之前 他跟他 未分妇的那种的感受跟经历 整个心所想的 都在耶稣的身上 整个的感情 整个的爱 真的好像玛利亚 爱主的第一步 把他的香膏 交在耶稣的身上 这个打破玉瓶 告耶稣代表什么 当然是爱主 对不对 但这个玉瓶 对一个以色列的 未分的女子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玉瓶的香膏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出嫁用的 每一个未分的女子都要预备一个玉瓶的香膏 才可以结婚 因为这个香膏是在他洞房那天晚上要用的 高智的身体 所以当玉瓶把这个玉瓶香膏打破 交在耶稣的身上 表示他把他一切都放下了 婚姻大事都不顾了 只想到耶稣的需要 为他的安葬预备 完全地摆上 整个的思想 整个的爱 整个的计划 都在耶稣的身上 也就是这个定亲的经历 spiritual engagement 真的是完完全全成为耶稣基督 争结的同侣 但他在这样的一个与主的 经历当中呢 整个的心思意念 全在耶稣的身上 却遭受了很多 里面外面的思念跟攻击 甚至 耶稣的攻击让他 害怕难过 失望 外面人的攻击 质病的攻击 物质的损失 但是就让他好像 越失去的一切 他就更多的 完全的 来亲近耶稣 来仰望他 第二他经历到 因为他对耶稣这样的一个爱 他经历到 亚哥书 第二章第五节 这个爱的伤口的经历 我们一同翻到 亚哥书第二章第五节 所有密切派的 他们就是 亚哥 song of songs 歌 都是喜欢亚哥书 经历亚哥书 等一下我们介绍 John the Cross 十家日汉 他写灵魂的黑夜 他也就是 经历亚哥书 旧约亚哥不是亚哥 歌 我们一同来读第二章第五节 好 求你给我葡萄干 征服我的脸 给我苹果 畅快我心 因我施爱成病 然后再翻到第五章第八节 第五章第八节 耶路撒冷得众女子啊 我祝福你们 若遇见我的良人 要告诉他 我因施爱成病 这句话 可以说是 亚哥书里面的一个 苏拉命女 爱所罗门 的一个重要的一句话 也是我们众圣徒 爱耶稣的一个重要的经历 什么叫施爱成病 我们中文翻的就是比较通俗一点 施爱成病 其实在原来的文字 是描写 I am wounded of love 或者翻译 sick of love 或者wounded 表达在它里面 其实是有一个的伤口 有个wound伤口 假如你的手上有个伤口 你怎么办 你会觉得很受不了 对不对 要常常怎么 给它贴阳膏 插腰膏 就觉得舒服一点 这个伤口没有那么痛 但是 Teresa所经历的 就是这个伤口呢 不是个外在的 这个伤口是在里面的 这个伤口是个爱的伤口 意思说 这个伤口没有别的药 可以去涂抹 让它舒服一点 是需要主的爱 每一个时刻来高抹它 它才可以真的是安舒 那这种的境内 其实就是好像一个饥渴的需要 一个饥渴的人 怎么能够才得到满足啊 喝水 它有个爱的伤口 不断的需要耶稣基督的爱来高抹 它才能够活得下去 否则活不下去 太痛了 太伤痛了 有个耶稣基督给它这个爱的伤口 那我们中文翻的也不错 有这个爱慕 思爱成病 这种的味道 但其实它基本上不是个病 是一个伤口 wound of love wound by love 那它也 经历一种的 另外一种的表达 不但是好像是一个爱的伤口 一个爱的伤痛 需要主的爱不断的高抹 它里面也经历一种叫 loving fire 好像里面有一种强烈对主的爱佛 没办法 不会失灭的 就好像经济的佛宴一样 在灵里面的 burning your heart desiring for God 不断的里面有个强烈的爱佛 烧在它里面 就是 渴慕的药椰树 一种爱佛的 焚烧 在它里面 在它里面 那么 假如遇到这样的人的话呢 你发现 他真的不是个普通人 他整个生命 所思所想 什么都是只有耶稣 真的是 现代的 朱利叶 今天就是想的 罗密欧 就是 完全就是 两个人相爱到一个地步 所有的都是想的对方的 没有对方 他不能活 宁愿去死 那这种人 真的是很难找到 很难很难 那这种人 也幸好他是独生 不然也 也没办法 他没有办法去想别的事情 这个真的是 只能是做一个样板 坦白说 真的很难做得到 但是天主教里面很多 天主教里面很多 因为他们有一个环境 你要做修女 做神父 你一定要完全的爱耶稣 把你的 所有都献给耶稣 你的爱情都要献给耶稣 不可以有婚嫁的 好 在这个的经历里面呢 他 有很多超自然恩赐的经历 不但是听到 主的这个圣经的一些话语的安慰 更会 有些超自然的恩赐的经历 知识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 他就是经历到 旧约 以利沙 以利亚 这种的经历 会看到人类心的 光景跟需要 然后 来帮助别人 有些超自然的 意象 知识言语 耶稣会把人的问题光景 告诉他 或者把一个图画给他看到 知道人的需要 来服侍别人 他自己也很惊讶 这些的经历 但是每一次都是很真实的 每一次 别人听到 都很惊讶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需要 你怎么会了解我的光景 对了 所以要写个公约 不要乱按 我找了书 都不要找 下课再找 不要急 专心来听 所以他 在书里面 他有些超自然的经历 他自己也很小心 也很害怕 所以他在书里面也讲到 五个方面 如何去辨别诸灵 辨别这些恩赐 这些图画 是从神来的 第一 假如是从主来的话语 主来的启示 你心里面 是会有平安的 不会有害怕的 就是说 第一 平安是一个很重要的确据 第二 内心平安 而且心里面充满了敬畏 感谢跟赞美 神把这些超自然的恩赐 彰显 第三 这个话会一直在你心里面呢 有一个很深刻的停留 而且你不会忘记 或者在一梦来的 你醒了 不会忘记 而且满心的伤心 而且不动摇 第四 你有这个经历 有这个看见 或者听见 你会更谦卑 而不是好像 好像骄傲 我知道这些隐秘的事情 才是更敬畏 还是更敬畏 更敬畏 第五 从神来的 几些的超自然的启示 他说是有 carity的 是很清楚的 不会混乱的 就是非常的有秩序 非常清楚的 不会让你无灵两可的 所以解释 他在书里面所提到的 五方面的 这个要分辨 从神来的 会有这五方面的特点 假设是从自己的魂 自己的大头梦来的 吃这个乍菜 吃太多 做大头梦 或者说是 自己的想法的话呢 就相反 混乱 没有意思 不make sense no clarity 而且对人没有帮助的 而且你心里面 不会有平安 好像 真的吗 神真的是这样说吗 会让你 犹豫不定 但是从神来说 是很清楚的 很有确局的 很有平安的 而且你 很有敬畏的心 而且更谦卑 所以从国子认出书来 假如你这些的经历 跟恩赐 会让你越来越骄傲的 越来越好像让人崇拜你的 那很可能 不是从神来的 可能是自己的魂的思想 进到你的梦里面比较容易 撒旦可以获取 给你一些的幻觉 但是比较难进到你的梦里面 假如不是从神来的梦 很可能是你自我的 魂的一个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那么 除非你这个人 在罪里面 陷到个地步 所谓 possessed by the evil spirit 他才能够控制你的思想 或者你的身体 破口 有破口 否则一般的圣徒 他很难进到你的思想梦里面 我国内有一个姊妹 她说经常神跟她讲话 然后我就问她 为什么神不跟我讲话 后来她讲了两点 第一点她是渴慕 要想听什么话 第二点她要圣洁 但是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 她说神给她启示 要嫁给一个传道人 给她小要近二十岁 就是 这是很 他说她不听的话 就是管教她 没有这种事 先别说 就是管教她 让她发病 后来她是果然嫁给她的 结果呢 结果怎么样 结果就是不太好 所以我本来很相信这个事情 但是有不太好的结果呢 我就想她这个 是不是来自于神 那源 因为原来一段时间 都蛮好 我想 是一个要圣洁 一个要渴慕 但是这个结果不太好 我就反过来想 几天后才知道不太好 我在想她原来的话语 是不是 我怀疑这个 是不是来自于神 所以这个 为什么很多父亲派呢 很反对 一些灵恩教会 有所谓这些 异乡啊 异梦啊 圣灵的声音啊 知识言语啊 智慧言语 为什么他们那么害怕呢 因为一旦这个门开了 就好像一旦上网了 有正确的信息 也有病毒的 因为一上了网 你这个灵门 灵界一打开的话 有些人是真的灵界 比较敏锐的 所以这些熟灵恩赐 也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有尽力的 就是也是 有些人对灵界的事情 会特别敏感的 敏锐的 但你一旦这个灵界的东西 打开 你没有filter 没有分辨 很容易就像 刚才江弟兄所讲的 这个姐妹 她会 这个来源可能 不是从神来的 是她的私欲 还是从仇敌来的 所以 这个为什么 你记得我们在 灵修神学上学习的时候 讲到 特土粮 他非常谨慎 教会里面 有些些的意象 异梦 神的声音 一定 你要跟教会的 牧者 交通你的领受 他为你们 为你祷告 分辨 那个的 纯正跟来源 不可以随便领受了 就讲出去 或者你自己 就照着去做 这种超自然的东西 一定要有一个 分辨的过程 或者你有这个经历 你就找你的牧师 交通一下 找你的树林 切盖 交通一下 所以 越超自然的东西 越要非常小心 对 圣经的话语的验证 有没有冲突 还有环境的验证 事实环境 怎么 那么违反 这种的 自然率 差二十岁 这个是很 很违反自然率的事情 我告诉你 我们 有一个校友 年纪还比我大两岁了 去年来 他说 他要跟一个十八岁的 谈恋爱结婚 我气得不得了 我说 这个对不起别人了 你都快六十岁了 你要跟一个十八岁的 谈恋爱结婚 我说 这个绝对不对 我反对 他不得了 这个感谢神 他顺服了 他就没有再交往了 长个十八岁 长个四十年了 开玩笑 父母也反对都不得了 这个女孩也愿意 但是 很多问题 她的同工都说 这个女孩不行了 很多问题 那个女孩的父母 也反对都不得了 在我那边 也有一个情况 你来听听看看 辨别一下 那么有一个传道人 后来是被 被政府了 逼迫 逼迫 后来一个老姊妹 到她家 她说 意向中间 看到一只苹果 一只桃子 她说 如果是苹果 就是平安 是桃子 就叫她桃 那么可爱 那么可爱 这个传道人 她不 所以这个真的是 很不容易的事情 这些超人的恩赐 九大恩赐是有 柏林多权 十二一章 但是怎么样 正确的去使用 在话语的光中 生命的成熟 各方面的一个的环境 教会的保护 教会的揭盖之下 来运用这种恩赐 所以 绝对有这种恩赐人 绝对 绝对不能做独行下 Long Ranger 很危险 非常危险的 特别你的灵命 你的话语 生命各方面都没有成熟 太多这种恩赐的彰显 很危险 所以我上次不是提到 一个很有名的先知 叫Paul King 甘保罗 他已经是 虽然是年纪大的 但是还是晚折不保 到最后跌倒 同性恋 很可怕在Kansas Mike Pickle 一大堆Jack D 都在警告他 劝他 他脱离不了同性恋 他是个大先知 他过去的恩赐 讲很多的语言准得不得了的 他以前没有这个情况 没有这个情况 晚折不保 结果被发现了 他的整个认识他的同工 甚至是他的学生 Mike Pickle 还是他的学生 Jack D 还是他带出来了 有团契 他们有个团契 结果发现这个事情之后 他们就劝他要离开 结果他没有办法离开 所以他们就公开写封信 跟全世界的教会公布 跟他断绝关系 他现在接种的罪恶里面 所以 连接种有恩赐的大先知 都 没有一个团队跟保守 话语的保守 很容易都跌倒 因为Jack D 就有一次来讲到 他跟Paul Kane出去讲到 他说 Paul Kane根本圣经搞不清楚 常常都是Jack D 把大纲几句话写给他 让他讲几句圣经 然后就开始发预言 他不读圣经的 那你这样的心思 不读圣经 有没有教会生活 也没有揭盖 不上格里汉 他读圣经 有教会揭盖 所以很稳 还有他老婆的揭盖 读圣大男人 很危险 要倒就倒 最好不要读他的书了 Paul Kane 以前写 但是也不要再读他 因为 已经没有见证了 你这些 那这些东西 他已经跌倒到这种地步 你还看他的书 我们还要分辨 所以 甘保罗 你都打Paul P-A-R-K-E-N 应该是C-A-I-N 好像 Paul Kane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有这种恩赐的人 你要特别的 你是宝贝 仇敌也会特别攻击你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 生命的基础 话语的基础 教会的生活 熟灵的接盖 家庭的生活 来保护你 你Long Ranger 自己到处乱跑 单独一个人 很危险 越是有恩赐 越要在这 越需要被保护 所以你好好读 格里汉的传记 神能够为他用他 用了六七十年 不倒 不倒翁 他的整个的 熟灵的接盖保护 是非常 稳固的 他连钱都不碰的 是 财务部 理事会 定他的薪水 收到的奉献 他一毛钱都不能碰 所以 Money Women Power 三样他都不碰 所有的权柄是 理事会决定的 要做什么施工 不是他要怎么做 就怎么做 整个 Border Trustee 决定的 所以他在解商问 非常严谨 他也有教会的生活 他也有他的牧师 他也有 熟灵的同伴 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很爱住的妻子 Ruth 是中国宣教师的女儿 所以他很爱中国的 Billy Graham 需要有这样一个保护才行的 所以 恩赐 是真实的 但是假如你没有这些保护的话 最好不要追求这些恩赐 太危险了 那到了第六个勇仔 Teresa 经历到几些了 但是 他 也很小心 也很谦卑 也很敬畏 因为 他不会被这些恩赐 吸引 因为他的整个生命 完全就是爱耶稣 到了最后 就是最荣耀 第七个勇仔 就是the most inner chamber 那个生命的类似的类似 那个生命的至圣所 就是进入与主婚取联合的经历 他的生命 深深的经历到 旧约的雅各书 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其实整个雅各书的高峰 是在第一章 那么 从第一章一直到了 后面第八章 都是描写 这个生命高峰的 那个过程 好 我们一同来读 从 第一节 我们就从第二节 开始来 第二节到第四节 一同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你的高有新香 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 所以众同女多爱你 愿你信我 就快跑跟随你 王带我进入内室 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 甚至圣赞美酒 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好 所以解释 苏拉命女 他跟所罗门王 那个爱情的 最高峰的经历 进入内室 夫妻的 这种的 亲嘴 拥抱 他用口 与我亲嘴 那 这个 当然是预表我们 基督徒 跟主 灵里的一个 最亲密的一个关系 真的在灵里面 感受到主的拥抱 主 与你亲嘴 你在生命的类似里面 真的是经历到 他思念主 他恋慕主 不住的想他 爱慕他 他真实的在灵里面 真的经历到主的拥抱 主 与他清水 真的经历到 那种灵里面的 与主的那种的亲密 喜乐 满足 如同爱人一般 如同夫妻一般 也是他所经历到的 就是 不但是 与主定亲 乃是与主婚娶 真的经历到 良人属我 我也属良人 那他自己也描水 当他进入了这样的一个 与主爱的拥抱 与主联合的经历呢 他发现很奇怪 很多的 超级人的恩赐经历 减少了 开始 没有这种意象了 没有 这种知识言语了 好像真的是完全得到嫉妒了 反而那些恩赐礼物 没有了 减少了 也可以说 他 到 这种的经历里面呢 他被主也得着了 他也完全得着主 也超越了一切的恩赐 一切的意象 一切的声音 人生对他来说 已经不重要 他真实的经历到 马可福音十二章 尽心 尽心 尽意 尽你的爱主 然后他也经历到 他的 侍奉 非常的清神 不会觉得是重担 真的好像主在他里面 做成他的功 是主在做功 他进入这个境界 他发现 他的生命跟侍奉 有主的生命 有主的完全的拥抱 有主完全的充满 自然流露出主的侍奉 他就发现 有一个interior的sacrifice interior的communion 也有一个exterior的sacrifice 也有一个外面的 一个的献祭 献祭跟侍奉 爱人 服侍人 的一个国子 所以他进入这个境界的时候 他反而是进到世界里面 不会害怕世界 也不会被世界迷惑 他真的是完全带着 基督的爱 基督的生命 与基督完全的联合 在基督里面完全的满足 所以他不会怕这个世界 不会躲这个世界 不会成为一个修道士 沙漠隐世 他真的进入慢泪 可以出到云外 很自然的去爱人 帮助人 服侍人 充满了喜乐平安 在世界里面却不在世界 心不在世界 他的心完全归主 所以产生很大的一个 生命国子的国效 这就是Theresa 她的一生 要七个永仔的经历 讲到最后 不是单单 他就是躲在深山里面 躲在房间里面 只是在那边 等候神 享受神 享受主与他亲嘴 而已 No 他最后的一个生命 是活出去的 这就是基督的生命 就是道中肉身的生命 从天上来到地上 这是道成生命 道成生活 充满了主的生命 充满了自由 在世界 成为世上的眼 世上的光 哇 这样是一个荣耀的生命 假如他最终 只是躲在深山 死掉 不会在天主教 产生什么的影响 他最后的生命 真的是 可以像蝴蝶飞出来 不是躲在那个 那个Cocoon 那个茧的里面 今天很多基督就是 躲在那个茧 躲在那个 内在生活的茧里面 出不来 没有用 没有酸脚 没有福音使命 没有文化使命 你多荣耀 这个不是基督的生命 不是道成肉身 不是道成生活 不是耶稣 所尽力的 父怎么猜 我也照样猜猜你们 做耶稣所做的事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 停在这边 因为我们还要往前 来介绍 他另外一个同工 叫Juan the Cross 我们总结一下 这七个荣仔 四个祷告 你发现 哇 真的不容易 四种祷告 可能我们只经历 第一种 就不错了 无形祷告 第二种是什么 默想静观世的祷告 第三 Aesthetic prayer 灵力的祷告 方言的祷告 第四种 完全与主联合 那他在他的 一本书里面 他的传记的书里面 在末后讲了一句 很有意思的话 我们讲 有没有写出来 No one is ever such a giant in this matter as not to need orphan to return like an infant to the breast 他说我们没有一个 熟灵的伟人 强到一个地步 不需要常常 变成一个小孩子 像一个婴孩 躺在主的爱的怀抱里面 也就是他得利的秘诀 有没有这句话 没有啊 OK 好 我再读一遍 No one is ever such a giant in this matter as not to need orphan to return like an infant to the breast 就是基督的怀抱 to the breast 我们需要常常躺在 基督爱的怀抱里面 如同一个婴儿一样 好 有没有什么的回应跟分享 我上礼拜提到 在英国一位姐妹 她是一个professional lady 她有家庭 Everly Underhill 里面去查查 她的资料 她在 英国生活 是一个二十世纪的 一个姐妹 也有家庭 但是她 她领里面很多 丰富的经历 所以她也写了一本书 叫mysticism 密气 生活 mysticism 希望我们最后的一堂课 有时间提到她一下 她的一些的经历 跟教导 这几些的经历 不是单单只是 在17世纪 16世纪才可以 在今天也是可以做到的 当然我所经历到的是 容教师 她真的做到 好 我们见到 在 Theresa Avila 同代的 同时代的 一位她的 熟灵的老师 叫约翰石架 那约翰石架 John 是在很贫穷中长大 他的母亲是寡妇 抚养她长大 但她就进了耶稣会受教育 也在神学院的大学里面 毕业 所以基本上她收到很严谨的神学的装备 是当时天主教的一个神学家来的 然后她的作品 最有名的 是 《灯加密山》 《The Ascent of Mount Camille》 你去CCGL去搜寻这本书 整本都有 《灵魂的黑夜》 《The Dark Night》 也有了 《灯加密山》有了 对 可能都是天主教翻出来了 公开看太好了 然后这个 雅各书 The Spiritual Canticle 然后 另外一本 The Living Frame of Love 爱的佛宴 那么 约翰石架 他的熟灵的追求跟经历呢 跟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道统呢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 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密气 内在追求的道统呢 基本上 我们叫做The Spirituality of Light 是一个 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 将 赞扬神的荣光 荣美 是在光中得以见光的 一种的 树林的追求 但是呢 约翰石架的 那个熟灵追求呢 是用另外一个角度 叫 The Spirituality of Darkness 是在黑暗里面 来 经历到神的真实 那这个Duckness 是代表什么呢 那么 我们先看一两段的经文 来了解他的这个的经历 我们先看 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九节 出埃及记十九章 没有讲义吗 Jun the Cross 有吧 有吧 Jun the Cross 上礼拜就发了吧 可能是 补课的时候发 大家有些没拿到 好 没关系 多写笔记 不要管了 好 我们来 一同来看 出埃及十九章第九节 一同来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在密云中 临到里门哪里 好 可以了 密云 这个密云是怎么一个密云呢 我们翻到新约 希伯来书十二章 希伯来书十二章 十八节 好 你们 找到吗 一同来 你们原不是来到哪 冷漠的山 此山有火焰 密云黑暗暴风 好 这个密云是一个黑暗的密云 我们再翻到这个 创世纪十五章 十二十三节 创世纪十五章 十二十三节 好 日头正落的时候 知道吗 亚伯拉罕 沉沉的睡了 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裔 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可以讲那个大大的黑暗 引导亚伯拉罕 但在这个黑暗当中 神向他说话 那约翰十家的观点就是说 神在西乃山向摩西说话 向百姓说话 是在一个密云黑暗当中的 神的亚伯拉罕说话 也是在一个黑暗当中 跟他说话 然后遇见神 约翰十家说 一个更能够灵命尽身 遇见神 听见神 很多时候是要经过一个黑暗的黑夜 在你的生命当中 需要有这样一个黑暗 你才能够 真实的 经过这个黑暗之后呢 遇见神 黑暗代表什么 奥秘 因为你看不见 对不对 理性 想不通 神的静默 对很好 黑暗代表什么 还有 苦难的黑暗 质病的黑暗 贫穷的黑暗 痛苦的黑暗 没有 朋友的黑暗 没有亲人的黑暗 你就完全在一个厚厚的黑暗当中 什么都看不见 摸不到 没办法明白 这种的黑暗 理性的黑暗 就如同月博 在苦难当中 他看不见原因 怎么想都想不出原因 我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大的苦难 神明明是一个公义的神 赏罚善恶的神 我没有犯罪 为什么我要造成那么可怕的惩罚 理性的黑暗 想不通 亚伯拉罕也会经历 同样理性的黑暗 当神要命他 把儿子献上的时候 在他理性也是黑暗 他想不通的 这个儿子明明是你应许给我的 是你是给我的 为什么你现在又要把他拿走 理性的黑暗 想不通 他失去这个儿子 可以说一无所有 完全的黑暗 摸不到 抓不到 任何的东西 在黑暗里面 约翰释迦说 唯一 你能有的 就是你里面的光 信心之光 你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都抓不到 什么都好像空的 但是唯一呢 你就要学会 只有一样东西 就是剩下什么 你的信心 信心成为你唯一的 里面的光 帮助你继续的往前走 往前走 没有任何的东西 无理性的 想不通的 你千万不要想 看不见的 想不通的 因为是 又黑的黑暗 Total darkness 没有神的声音 没有神的亮光 没有神的祝福 没有朋友 没有金钱 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施工 你 干了20年 教会关门 你不知道为什么 会有种光 你什么都想不通 你什么都抓不到 唯一剩下的 就是你 里面信心的光 信心就是你 唯一的光 可以引到你呢 继续往前走 假如你不抓住这个 你绝对走不下去 你绝对倒下去 算了 我死了罢了 假如你挨过这一关 就仅仅真的抓住 这个信心是光 往前走 你会 真的走出这个 长长黑夜的隧道 At the end of the dark dark channel There is light 但是这个过程很难挨的 可能是20年 可能是30年 可能是40年 摩西也在旷野挨了40年 才看到那个光 才看到那个焚烧的旌旗 他都完全失望 觉得不可能 在那里找别人 怎么是可能 拯救外星呢 不可能 所以 约翰 他强调 他强调 不是天色长蓝 也不是一帆风顺 在我们的灵命 的一个真实的近身呢 需要有这样一个 所谓 我们过去描写的旷野的经历 但他不用旷野的经历 他用黑夜的经历 其实更传神 因为在黑夜里面 你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都抓不到 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描写这个黑夜呢 常常是 你灵里面呢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抓得到 你唯一在灵 这个黑夜里面呢 就好像 一个 真实的黑夜 什么的活动都没有了 什么的工作都没有了 反而在一个 心灵的黑夜里面 你能够静下来 真正摸到你的主 所以他用一段经文呢 描写 他所写的一本书 就是The Dark Knight 你们search这本书 那他这本书很有意思的 是用一段的诗歌 Poetry 把 雅各书第五章 的一段经历 变成一个诗歌 然后呢 他的下文呢 就是把这个诗歌 一解一解来说明 来解释 那特别他里面 到了第二卷的第十九章 就解释 这个与基督 奥秘爱的联合的十大步骤 你们可以去读 对 Ten Steps of Mystical Love 一打Ten Steps of Mystical Love Join the Cross Ten Steps of Mystical Love 就出来了 但是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 英文就在几本书里面 做描写 但是他整个的背景呢 基本上是描写 苏拉密尼 在夜里去寻找他的良人 我们来翻到 这个雅各书第五章 雅各书第五章 我们来看这个第五章的第二节跟第六节 第二节一同来 我身碎恶 我心却醒 这是我良人的声音 他敲门说 我的妹子 我的格子 我的王群人 求你给我开门 因我的头满了露水 我的头发被叶入 敌丝 然后我们就跳到这个第六节 好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 我的良人却一转身走了 他说话的时候 我神不守时 我寻找他 仅寻不见 我呼叫他 他却不回答 第七节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 遇见我 打了我 伤了我 看守城墙的人 夺去我的背间 苏拉命女 在夜里 去寻找他的良人 在这个黑暗的黑夜里面 他也受到很多的攻击跟伤害 但他最终 经过这个黑夜 他遇见他的主 他的良人 那 这个Duglite 这本书的一开始的 这个的文章 我不知道讲译有没有印给你们 有没有一个英文的资料是这样的 有没有 我以后要打一份我自己的讲译 有没有 哎呀没有 我看看 有 Stanza of the Soul Good 巴结的 有 有啊 在你们的二十二月里面 没有的话就麻烦了 因为没有这个东西 讲不清楚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他这个 Duglite Stanza就是灵魂的诗歌 Stanza 诗章 那我们来读 解巴结的 这个诗歌 你会 都摸到他的 那个属灵经历的 那个含义 一同来读 One dark night Fire with love's urgent longing Ah the sheer grace I went out unseen My house being now all stilled 那他解决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深深的黑夜里面 但是呢 我的心 充满了爱佛 跟爱的一个饥渴跟期盼 Love's urgent longing Longing就是一个爱的渴慕跟期盼 完全是神的恩典 Sheer就是完全单纯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我就在黑夜走出去 I went out 最宝贵一句话 unseen 没有人看见他 也是他自己一个单纯爱主的追求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要人看见 但是他就是在黑夜里面 他什么都看不见 别人也看不见他 他在暗地里面对主的渴慕跟追求 I went out unseen My house being now all stilled 他撇下他的家 意思是撇下这个世界 撇下这个烦恼他的事情 他在黑夜里面 什么都没有 走出去 寻找他的良人 第二 一同来 In darkness and secure By the secret letter Diskied Wow The sheer grace In darkness and concealment My house being now all stilled 在黑夜里面 是那么的安稳 那么的宁静 Secure 但是呢 却有一个隐秘的天梯 Secret letter 是Diskied 表面看不出来的 乃是在黑夜里面 把它隐藏起来的 Consumment隐藏起来的 而我的房子 是那么的 临近 他把房子放在后面 steal的 好像 不管他了 就让他静静的 在那边 他一心 要出去 寻求他的主 他的爱人 第三 On that great night In secret For no one saw me nor did I look at anything with no other light or guide than one that burned in my heart 哇 第三段描写的 太棒 这个黑夜 是一个很快乐的黑夜 因为他能够 在黑夜里面 可以寻找到 他的良人 秘密的 In secret 没有人看见我 我也不看见 任何的东西 也不看到的这个世界 因为在黑夜里面 没有任何世界的 东西跟融化 nor did I look at anything 在黑夜里面 low other light 没有任何的光 或者说 路灯 跟 带领 guide 只有什么 心里的 the one that burned in my heart 只有心里面的 一个 爱佛的光 在引导他 第四 disguide me 你懂来 disguide me more surely than the light of noon moon 都要打错了 moon 应该是moon light of moon 其实或许 他原文是 午夜的光 午餐的光 也可能 我们这些传语 to where he was avading me him I knew so well there in a place where no one appeared 就 这个心里的 爱的光 比这个月光 或者 正午的光 更确定 更清楚的 在引导着我 因为我的主 在等候着我 在黑夜 某一个角落 等候着我 avading me 而他是我 所那么的了解的 I knew so well there in a place where no one appeared 去到一个地方 遇到我的主 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别的人事物 出现的 只有单单 我跟他 哇 这个黑夜优惠 他还精彩 number five all guiding night all night more lovely than the dawn all night that has united the lover with his beloved transforming the beloved in her lover 哇 这一段瞄准的 太精彩了 这个黑夜 其实引导他 遇见他的主 所以 黑夜损失 一无所有 不一定是不好的 只有在黑夜里面呢 才真正 在你灵魂的黑夜里面 你一无所有 一无所事 一无所得 反而是引导你呢 比 那个白天 更好 是一个更好的引导 more lovely than the dawn 就是 黎明 的引导 在这个 黑夜里面呢 是让你 经历到 爱你的主 the lover 大写的 爱你的主 跟被爱的你 真实的联合 而且呢 在爱你的主 的怀抱里面呢 被 更新改变 transforming the beloved the beloved in her lover 你是在主的 爱的怀抱里面呢 被改变 被更新 number six upon 一同来 upon my flowering breast which I kept holding for him alone alone there he lay sleeping and I caressing him there in a breeze from the fanning seaters 他的意思是说 在我的 开花的 怀抱当中 这个怀抱呢 是单单是 为他而 持守的 which I kept holding for him 我的心 我的怀抱 是完全是 只有献给主 他躺在我 爱的怀抱里面 我轻轻的 抚摸着我的主 在那里有 好像 这个 香坨树 所发出来的 这种凉风 跟星象之味 那么的 心旷神意 令人满足的 其实他的那个含义 number seven when the breeze brew from the turnite 这个turnite 就是一个 好像一个 楼 一个塔 as I part his hair it wounded my neck with his gentle hand suspending all my senses 他 在这种的 那么美的 一个环境 好像在这个 爱的凉风 吹的当中 他跟 他的良人的 头发 好像 要分手的时候 他的头发 好像让 我的颈 得了一个 爱的伤口 因着 主的 温柔的手 摸在我的身上 他真的用口 与我亲嘴 让我 好像 完全 失去了 自己 对这个世界 没有任何的 感觉 suspending all my senses 有没有出了 那个经历 好像 你不在了 这种感觉 suspending all my senses number eight I abandoned and forgot myself 你看到吗 完全忘了 自己了 Laying my face on my beloved 我的脸 完全 投在 爱人 爱主的 怀抱里面 all things sees 全世界都 停止了 I went out from myself living my cares 完全放下 我一切世界的 想法跟思虑 forgotten among the lilies 在这个 lilies 就是白 白荷花 中间 我真的是 忘记了一切了 因为我在当中 得到了我的主 被主 来拥抱 那 这个诗歌 他用了整本书 一节一节 来说明 解释 就产生了 就是 The Dark Soul The Dark Night 这本书 所以好好去 假如你的 research paper 专门是研究这本书 OK 能够翻译出来 更好 那我们就有一个 丰收出版社 太多宝贵的 这些圣徒的经历 很可惜 都是在英文书 好好把它 读一读 或者翻一些出来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关于他这个 灵魂的诗歌 其实就是一个 黑夜 敬礼神的一个诗歌 怎么样 我说我也写过一首 你也写过一首 来来来 改天email给大家看看 灵魂的黑夜诗歌 OK 他们拿 曾经拿到那个 去拿中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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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改天 发个email给我们 约翰十架 从他的生平当中 他真的活出来了 那么 我们还有几分钟啊 应该有吧 有啊 有啊 看到有啊 有啊 对对 有人拿到 看不到 看不到 自看不到啊 好 那我想 我要 请 吴大佬 下课再补音 这个给大家 这个会比较清楚一点 好 好 那你发现 我们很快的读一下 好不好 那 要打横这个指头来读啊 从最上面 你看 Do attain to enjoyment of all things Design to enjoy the night 他的意思是说 你要得着享受万物 你要渴望一无享受 要从这样来进入 To attain to knowledge of all things Design to know nothing of any 你要得着所有的知识 那个最高的知识 你就渴望一无所知 从这个来入门 第三 To attain to possession of all things Design to possess none 你要得着一切吗 你就要渴望一无所得 所以 是一个 吊诡相反的一个追求方法 To become everything 你要成为一切吗 Design to be nothing 你要成为伟人吗 你要成为 别人的祝福吗 你要先渴望 成为 nothing 什么都不死 才行 然后 下面一段 To reach 看到吗 To reach that courage You do not enjoy You must travel by way You do not enjoy 你要达到 一个你未曾享受过的境界 你都要先 走一条 极不享受的道路 You must travel by way You do not enjoy To reach that courage You do not know 你要达到一个 你未曾知道的道路 You must travel by way You do not know 你要走一条 你从来不知过的路 不是你原来知的路 To attain to possession of what you have not 你要得着你从来 没有得过的东西呢 You must travel by way You do not possess 你就要走一条 一无所有 一无拥有的路 To become what you are not 要成为你从来没有 是的自己 You must travel by way Incourage you are not 你要走一条 没有自己的路 你发现他整个的追求过程 是从黑暗 无有 而进入 有跟光 所以你要 这个光明的路 不是你一直走光明的路 一直走光明的路 就进到那个最大的光 不是有有 是从黑夜 没有 自我否定 一无所有 而进入这个荣耀 跟丰富 就像耶稣基督 因着他的舍己 因着他的定势 而进入荣耀 跟全能 也就是耶稣所走过的路 耶稣黑夜的路 科西玛林园的路 也要成为我们黑夜的路 才能够进入那个荣耀 丰富 符合跟得胜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 完全的否定 而进入一个完全的肯定 第二段跟第三段 自己回去再读 非常精彩 那我有这样才能登上 那个加密山 那个神荣耀的彰显的高峰 好 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好不好 我们就安静在神的面前 从Teresa的领受 从约翰释迦的领受 我们在神面前 真的向神来祝告 哈利路亚 我们下一次的路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到那边 我们下期再见 也有点